满身是刺的仙人掌 内部究竟含有多少水分 切开后才明白 沙漠中仙人掌是常见也是为数不多能见到的食物 对此国外小哥特意去沙漠之中寻找答案 他在沙漠之中找到一个仙人掌 戴上手套之后就将这个仙人掌挖出 然后对仙人掌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戴上后手套之后将表面的刺给打掉 要是没有这个手套 估计今天的任务就搁浅了 然后将仙人掌给切开 可以看到里面的果肉还是非常鲜亮的 感觉含水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味道吃起来怎么样 仙人掌在沙漠之中是骆驼的主要补水来源 但人们如果不带工具的话 处理起来就非常的麻烦 但是骆驼吃起来就非常的简单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主要原因就是骆驼的嘴唇和舌头都特别的厚 而且还有肉刺 可以轻松咬断仙人掌外表面的刺 而且骆驼分泌的唾液有非常强的腐蚀性 等仙人掌到骆驼胃部的时候 估计只剩过肉了 在沙漠这样的环境之中 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可以生成 但是仙人掌的特殊性就在于 它在最初生长的时候就保留了非常多的水分 而仙人掌内部的水分足够它在沙漠之中生长好几年 如果有机会去沙漠 真想尝一尝仙人掌的味道